诗帝 师弟 师姐为何一人在此 大战在即 我睡不着 身体已经无碍了吗 你打坐之时 春自剑一直护卫在你左右 现已无碍 春自剑与我相伴而生 护卫我应是天性 师姐 江州望月影青书 济雪寻梅欲驻足 心似玲珑怀久也 剑鸽萨踏 访云屋 这诗 你是从哪里看来的 在后殿看到的 掌门说 这诗是师姐的爹娘写的 嗯 这是我满月时 爹娘为我提的事 明术门只有月氏仅存 我出生后 爹娘希望我可以一盏鸿土 振兴门牌 也希望我如傲雪寒美 又俊秀风骨 师姐正是如此 是 谢谢 是想起爹娘了 才在这里看星星吗 他还记得我当初说的话 所以才想到念师给我听 他们是怎样的人 我记得 爹娘十分地恩爱 小时候的我 还经常吃爹的醋 因为他总是霸占我最喜欢的娘亲 他们相敬相爱 形影不离 令人十分羡慕 相敬相爱 形影不离 如我和师姐一般吗 师弟 我从小 没有师兄弟姐妹 没有玩伴 我常常想 若将来能遇到一个人 我与他 能像爹娘那样相知相伴 该有多好 爹娘走后 我一心放在爷爷和巧琳身上 放在振兴门派上 于是这个愿望 被我逐渐忘去 直到 直到你出现 最初时 只认为你是个木讷之人 但你即便是高高在上的神族 也从未对我们这些凡人有过轻视 而且 你尊重我 保护我 渐渐地 你在我心里越来越重要 我会不自觉地追逐你的身影 有你在我身边 我就很安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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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在我心中 同样是特别地存在 我下届时 只是个对人世间一无所知的神族 责任 是非 亲情有爱 你教会了我很多 我 而我现在心里的这份感情 是因为有你才会萌生 所以 你同我有一样想法 我很开心 我喜欢你 想成为你希望遇到的那个人 可以吗 你知道我心里挣扎了多久 才鼓起勇气说 结果你怎么这么容易就说出来了呀 我 我说错什么了吗 我 我 没有 没有 与共生之术无关 现在你若不在我身边 我会不安 等此件事了 我会请求神界 允许我留在这里 陪伴师姐 既如此 那你为什么要同我解除共生之术 敖絮对共生之术了如指掌 我怕她为了对付我 而向师姐下手 我不想你因我涉险 我答应过你 不会领你所有 只要我还活着 这个承诺就有效